你订了回家的机票吗 如果像我一样正准备回家过年 一定知道除夕前回家的机票是没有折扣的 但是除夕夜晚的机票 以及今后三五天的二折三折都有的买 价格差距一千以上 假设一家人的年夜饭有十个人团聚 其中五位需要搭飞机回家 那么年夜饭那天晚上团聚的成本 比隔一天再团聚的成本就高出了五千块钱 可是为什么一向省吃减用的中国人 毫不犹豫会愿这24小时的时差支付这么多钱呢 其实老人家不见得那么在意 是在除夕团聚还是初一 因为很多人过年都需要在奶奶姥姥家分着过 或者去另一半的家里 老人家并不会因为被安排在初一那天有什么意见 在经济学家眼里 大家当然应该都在初一团聚 一家人省下来的五千块钱 即便又花在这几天的吃喝玩乐上 应该完全可以补偿 任何年三十缺乏团聚的精神损失 或者用这笔钱在天气暖和的时候 再和家团聚一次 不会更好吗 道理是这样 但是旧习难改 不是吗 或许家里的老人 如果下一条行政命令 禁止晚飞年三十团聚 会给大家减轻一些负罪感 或者你会说传统也是有价值的 这种经济上的牺牲 就像以前杀牲口祭祖一样 是一种仪式 这是家庭凝聚力的展示 我们全家都要故意买全家机票 在月亮和地球处于某种关系的时候 一起破坏掉减肥的目标 晚一天也不行 其实我每年都会想想这件事情 每年都会赞叹理性思维 在传统和惯性的面前是多么脆弱 小家的改革尚难推进 国家的改革更是如此 当我们笑话古装剧里太监 高呼组织不能改的时候 我会想到自己也很难改嘛